所以這個地方講 我們看映光大師他老人家一生是閉關 在普德山一閉三十歐零 月葬 他的生活非常樸實 一件衣服穿幾十年 日常生活跟常住大眾完全一樣 沒有特別主師做榜樣來給我們看 我們看了也沒有捷物 映光大師在靈演三世的時候 如果你吃飯沒有把碗裡面的飯菜吃完 或者粥吃完 映光大師會客吃你 你有多大福報可以這樣消福呢 當場則被靈 映光大師到往生前 他的衣服 身服都是自己親自在水井旁邊洗 他不加索他人 他自己親自洗衣服 所以老法師說我們看了主師的榜樣 我們也沒有捷物 也沒有警惕呢 如果沒看出來 初心大意 我們將來墮落不能怪他 因為主師已經釋現了 已經講清楚了 我們出心大意 沒有看清楚 沒有聽清楚 自以為修基很多功德 佛法裡面說得非常的好 不是假話 哪一句話呢 那法師說 福有福報 罪有罪報 這八個字 福有福報 罪有罪報 哪個在先 哪個在後 那就看一眼的不同 你修福 你有福報 你造業 有骨報 所以我們現在所修的都是有肉福報 為什麼 裡面夾雜貪生痴 裡面夾雜自私自利 裡面夾雜明文立揚 叫做有肉福報 有時候也是修福 但也是造了業 所以你真正能夠修到離向不思 那叫無肉公德 無肉就是清淨